票漢我覺得OK 是不尊重 他有時候一進來他直接講說 迪志偉 劉文婉 領錢要知道好好表現喔 這個要嚇跑耶 真的是這樣… 然後而且其實你知道 政論經營節目其實最危險的是什麼 他不讓你完整的講才最恐怖 因為你一定要有頭 有收尾 這個才不會有所謂的法律問題 他說咖就把你咖掉了 所以其實常常會有問題 是出來這個地方 他們沒有同理心 變成斷章取義 是 就會這樣 所以非常的恐怖 所以還是上小明星大跟班是最多的 你開心到爆 真的 暢所欲言 你講不好 憲哥隨時還幫你補到好笑 對… 憲哥人好好喔 對啊 OK啊 因為我們都是家人嘛 我們是家人嘛 對不對 好啦…你這個鳥事 來 大根 來… 好 來… 我的這個我是要來道歉的 私底下像製作人告狀 妨害表演搭檔被喚醒 其實我覺得講到告狀有點嚴重 對 這是剛出道沒多久 在中天有一個很紅的直播節目 叫全民最搭檔 那個時候是很多諧星 剛出道的夢想舞台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剛出道沒有表演機會 所以我們就是每天一群小朋友 就在攝影棚看 一起看 1到5 就是他沒發你 我們就是來這邊發站 等的就是一個 你可以上台演的機會 然後給家人看 然後就等等… 後來真的 製作人找了一個單元 讓我們小朋友演短劇 只是這個短劇演完之後 打了一巴掌 然後又講出今天的主題 他們就會進到那個單元裡面 好 那個時候就有幾個藝人 在一起爭一個小朋友 陳大天 我 無尊 我們幾個就同輩的 開始在輪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他每一天打那個巴掌 都要真打 就很大力 要很響喔 所以你的臉不是本來這麼高 對 我是職業傷害 這個是被打腫的 最一開始是瓜子臉的 對…會被打腫 後來就打… 因為這個單元只能兩個人錄 也就是說我跟大天錄的時候 無尊就不能錄 要輪班 我跟無尊錄就不能 三曲二位 有一次 因為我剛好是他們公司的 簽了藝人 然後就在製作公司聊天的時候 製作人就在聊天 就說要你們對這個節目的單元 有什麼想法 我說我跟大天無尊 我們都配合得滿好 然後我就無心 因為是無尊自己講 他就說他很怕打巴掌 所以我就跟製作人說 不小心 我就無心講了這句 無尊曾經講過的話 從那天開始的一個多月 OK 真的 厲害的 痛是一回事 但是重點是敬業 敬業 對不對 以前嘛 我們小明兒就要趴了 對 Nono就不趴 Nono因為他穿白褲子 對 然後小明兒第一次走好 然後他沒有趴 下來就直接被康康 罵到三字巾都出來 對 因為他說他這衣服是新衣服 他不要弄髒 這藝人有很多還是 比較…小家子氣 對 車子見人家 稍微弄一點彎彎 就這樣 對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可是要跟無尊道歉 所以無尊就沒了 因為我這無心之化 他整個都沒有他在出現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還好耶 我覺得我的狀況比較委屈 你又被載到山上 不是 我… 你今天本天被載走 因為我沒有載到 那只要去海邊好不好 不是 沒有 我是說我的比較委屈 我是有一次已經 就是已經要開路了 就是在化妝間 就是我知道那場跟另外一個男藝人 他也算是 現在也算 好啦 算大哥起來了 然後他就 遠遠的他已經進來了 突然間我看他這邊製作人 交頭接耳 完了之後就突然走 那個製作人就很為難 王安姐 不好意思 我這一場可能 我已經在現場了 我說為什麼 我都到了 對 然後他就說 現場天通靠光 他說因為 對 他說因為那個大哥說 他沒有辦法跟你同開 對啊 我說為什麼 我就是很多問號 對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 一定要弄清楚什麼原因吧 後來居然他聽到 有人跟他打小報告說 我在某某節目說了他什麼 一堆的內容 然後比方說他把妹 然後喜歡帶妹 然後去山上幹嘛 他不爽 等一下重點是 我也沒有講過 搞錯人了 對 他搞錯人了當年 其實有很多 其實可能不像我們這種正規的 媒體出身的名嘴 而是他們可能需要人 其實我必須講 當年有很多靈言 起來就親在講一講 所以這個 比方說我們講誰講的 那他只認得呂文婉 只認識聖美 他認識狄志偉 所以就隨便講 物質啦 可是後來… 後來這個我跟這個主持人 這個大哥就賓士了 他說對 沒有這回事 賓士了 賓士了 對 不是BMW 不是BMW 藝能界 像這種迎進棚準備開錄前 對 三分鐘之內取消的 我一生就遇過三次 真的啊 還有三次喔 其實我講我自己 其中有一次是 前女友的前男友 懂了 來了後來他們這樣 不對啊 這樣… 在中事 另外一次是在山里 然後他當事人就是他 為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真的 真的喔 不搭槍 不是 為什麼 會有點尷尬 你看他臉有點尷尬 臉紅了啦 臉紅了 因為就是人家也會尷尬 我也會尷尬 然後我覺得就是 不要造成彼此的尷尬 因為 因為我們都曾經交往過 你知道 你知道 整個頭腦青筋出現 你看他一個人 臉紅 就是 對… 祝福大家 對 這個無心之過 無心之過 為了搶工作消架金針 通告量遙遙領先同心一點 刷數據 兵不厭詐 這是戰生 對 這個是我大概在2016 17年的時候 搶工作 對 那一陣子 憲哥的節目《綜藝大熱門》 我就當年拿了通告網 就第二名是玉琳哥 他錄了35次那個節目 我是第一名 我錄了52次 厲害 我錄到那個 等於在錄一個代狀節目一樣 然後後來那個國光幫 那個時候國光幫 我也是第二名 我來那一年的小大 我也是第四名還第我 他就是那一家公司簽約的藝人 所以你看一年上50幾次 難道無法證明說 這是一個扶不起的阿豆 補一下… 不要這樣子 我那幾年做的表演都是第一名 這麼多機會 這麼多機會 我如果說 打個…太醜 不要來 一下就沒了 但是我都沒有忍著讓他 我來了50幾次 憋著… 好像對演藝事業沒什麼幫助 你還拿在說準 我那幾年表演都是第一名的 都是票選的 我主要是說這個原因在於說 為什麼我可以比同期的藝人 多這麼多咧 因為我同期那時候魔王大道比完 一出道雨後春筍 會有滿紅的 後來是因為我有一次 就到公司裡面 那個發通告的去尿尿 我就坐在他的位子上 我就看到他那個通告表 通告表 一目了來 所有人多少錢 對 然後誰…多少錢 所以我看完之後 就看到我同期的所有人多少錢 對 立馬就跟我經紀人說 我要比他們多便宜 1500到2000這樣 我消假… 消假競爭 這一消不得了 那個通告就一直來… 因為那個時候的節目是這樣 就比方說 我們現在臨時缺了一個 小諧星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用誰 他就找一個最便宜的 然後那個人就一直找一個 是Top 1 對… 他說比他們便宜差不多1500到2000 基本上你都沒有拿錢 就沒有免費 我真的要只拿300塊 300塊… 裝牌而已 我不用錢 吸人的時候差不多這個價錢 吃個便當 我吃便當 吃兩個我還賺錢 對啊 不過這個時候的 不過你這個真的是比較少見 因為通常都是經紀人去銷價 比較少藝人直接跟經紀人說 我比他便宜一點這樣 對… 所以就可以證明說 大根他當時很想紅 你這個算是還有便當可以吃 還有拿一點錢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憲哥 有人是直接付錢給製作單位 對 對 真的到天了 真的有 對 老三台的時候 我們老三台那個時候 那個很可怕 製作人能不能再上一次節目 對 我告訴你 我眼睛就真的看到 真的 所以你就後來就這樣 對 後來就是久而久之 就發現說其實銷價之後 也沒多好用 真的… 終究是不賺 我們這樣會太敷衍膩嗎 講完了 我聽聽看晨曦的怎麼樣 喂 可愛的晨曦 唉唷 太遠了 對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前置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民進黨關得了中天 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